嘿嘿 大家早安 今天呢 我來參加盛月的三日趣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要來圓夢的啦 圓什麼夢 一人我想要當畫心設計師的夢 廢話不多說 趕快跟我出發吧 哈囉 大家好 早安 因為我從小的時候就很曖昧 然後就很愛在頭髮上做一些花樣 所以那時候我就會很羨慕 我那攝影機使他可以美色的 把我的頭髮又很漂亮 就會超夢幻的職業 就很希望以後也可以 跟他的翹首一樣這樣 我稍微參加盛月的三月趣的時候 就覺得 哇 終於可以就是體驗 看看這個職業他們到底在訓練什麼 然後就覺得很興奮 想要知道他們平常都是怎麼進行 他們的訓練這樣 就好像終於靠近這個夢想一步的感覺 耶 終於上游覽車了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耶 我跟你講現在超興奮的 很像那個學生時期要校外教學的感覺 而且我旁邊還有我的partner 蕙琴 蕙琴 你已經參加幾次了啊 第四次了 第四次了喔 那好玩嗎 還滿好玩的 怎樣好玩 就是會有一些團團活動 欸 才棒 我喜歡 但是 等一下等一下 聽說 是不是最後會有考試 會啊 會有考試啊 每年都有 很難嗎 對 你來說應該滿難的 真的假的 我害怕 要不然 我知道出發前 我們現在心靈喊話一下 好 好不好 1 2 3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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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聽到有考試 我有點 原來真的不是出去玩的 所以 我有點擔心 因為我畢竟就是一個 初學走什麼都不會啊 他們都已經很有經驗了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辦法 可以在這三天然後快速的上手 快速的學到他們的精髓 這我比較擔心的 來吧 耶 經過歡樂的路程 我們終於到北埔了 有沒有看到 而且你看看我們 剛剛是在進行大會時 總共呢 超過兩百 兩百多人 超過兩百多人 全部在那邊集合 快點快點 我先入我的隊伍 走 整隊完我們第一間做的事 就是先練習他們的服務用餘 然後還要看我的動作 而且每個動作都要到位 而且他們就是像鞠躬啊 他們90度鞠躬的時候 然後心裡還要莫屬 1 2 3 然後再一起起來 超壯觀的 好 我們先第一個動作 當我喊顧客上門 大家就喊 您好 歡迎大家光臨 90度鞠躬 下去之後三秒後上來 我們試一次 您好 歡迎大家光臨 引導帶位 預備 請 有我為您這一次帶路 這邊請 其實我滿意外他們一下車 就開始先練這個東西 因為我印象中的 美髮他們要訓練的話 我不知道他們也會 特別訓練在這一塊 然後很細心很刁鑽的去刁每一個 他們要怎麼服務客人 一開始最基本的動作 這我滿意外的 所以我沒有想過 他們竟然這麼重視這一塊 服務這一塊 這樣 這邊請 我還在練習 因為我剛剛從頭都還不會 我沒有想到第一個步驟 我來到這邊第一步驟 先當髮型設法 要先學習服務 然後微笑 第一組自己好 繞一圈 這裡 我第一組 好 繞一圈嗎 對 我們現在要幹嘛 現在要隊伍 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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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第一組的 然後我有第一組的隊伍 我們要練習 好嗎 圍一圈圈有沒有 來來來 服務完 我們就每一個小隊要呼口 那個隊伍 就很像以前那種團康 然後每一隊就是要振奮士氣 然後重點是練習完還要驗收 也就是大家要很大聲 然後要 那個 口號要以致 然後才可以過關 我們剛剛經過幾班的練習以後 現在要先給他們練習 看可不可以 看我們隊伍 雄壯威武 聽我們歌聲響 陳雲霞 看我們技術 零線軍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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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不行再一次 為什麼不行 我覺得很好啊 對啊 告訴我們 聲音不夠響亮 聲音行 聲音不夠響亮 不夠整齊 對 再一次 好 只能摸摸鼻子再來一次 好 我不想說 哪裡播OK 很好啊 我覺得很好啊 不知道哪裡播OK 結果 我就說他們其實真的蠻 那個刁鑽在每一個細節 所以他就覺得 欸 呼口號還是很重要 他們 比如說我們有哪些人沒有 有蠟派啊 或者是你的聲音不夠洪亮的話 就沒有精神 就要再來一次 看我們隊伍修 正威武 聽我們歌聲響 側雲響 看我們技術 領先群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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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不可以 可以飛遠 我們剛剛喊了吃奶的力氣耶 可以嗎 可以可以可以 耶 第一關 不跟我激少 不跟我激少 吃飯吃飯了 吃飯了 耶 呼完口號這樣他的心情很 莫名的有一種振奮的感覺 而且就像呐喊一樣 就把自己那個精神全部喊出來 耶 到了中午放飯時間 有沒有看到大家 有 有 是喔 我跟你說 現在我們放飯時間 但是呢 這邊其實還有一個任務 要讓我們交給我們 就是每一組都要拍五張 那個這邊的特色照片 對不對 然後其實這邊就有點像是 除了訓練之餘呢 你還是要像我們一家人一樣 出來交遊就上合照對不對 對 趕快再來一張 再來一張 集合集合 然後就是整個小隊一起合照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 就真的很像大家出遊 你知道跟家人出遊 跟朋友出遊 就是到哪個地方 就是景點就要拍照這樣子 然後所以 我也是第一次來北風老街 就跟他們一起逛 就感覺很開心 歡樂的感覺 我們現在要去推 推見一個那個 聽說是在地人 雞推的一個美食 叫什麼 阿滿魚水晶餃 水晶餃 我活力都來了 來來來 水晶餃 哈囉 大姐 那待會兒我們吃完飯 下午的活動是什麼 我們要上的課程是一個 小五老師要來教我們怎麼講話 講話 為什麼 髮型設計師要學講話 當然啊 你遇到小朋友要講什麼話 遇到大人要講什麼話 然後遇到媽媽要怎麼跟他說話 講話的語調很重要 好特別 我以為是教什麼 其他的那個 用頭髮技術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是從服務 跟專業的地方學生 剛剛那個 下一 他那個大姐有跟我講說 我下午的課程 是有請一個老師 然後專門教他們 聲音 所以 這又是一個 另外一個 我意想不到 蠻顛覆的想法 因為一般 你看他早上已經是訓練 他們那個 招呼客人 然後再來呢 也還不是練那什麼技術 他是要靠聲音來 就是 對不同的客人 要用什麼樣的聲音 對不同的客人 要講什麼樣的話 主要是他們 在練與應對進退 我覺得蠻有趣的 B&W 直接練是沒有感覺的 現在的阿姆差很多 B&W X5 Standing來 現在入主就能運用 總代語犯格 B&W X5 B&W X5 你知道嗎 這樣會這樣阿姆差很多 我發現他們會很 注重在 接待 應對客人的 那個服務上面 所以他們很需要去 就是 每一個環節 一開始接觸到客人 他聲音的表達 所以要教他 如何讓客人 在第一時間 就願意相信你 然後 讓你覺得 就讓他覺得很誠懇的感覺 放我的真心 在你的手心 嗯嗯嗯嗯嗯嗯 習慣著鼻子的感覺 嗯嗯嗯嗯嗯嗯 放我的真心 在你的手心 噢...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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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聽看 播音的感覺齁 因為... 直接這樣講話會不壞 不要太多 但是如果念標語的話 這個遊戲 聽聽看齁 親... 感受一下喔 親愛的嘉賓您好 歡迎光臨 嗯嗯嗯嗯嗯 旋轉服飾大學期 歡迎參觀選歌 謝謝 歡迎參觀選歌 歡迎參觀選歌 歡迎 歡迎 有沒有唱的歌 這個這個 嗯嗯嗯嗯 對啊這是一個技巧 就是他有教那個 N跟昂這個聲音的運用 所以他一直說如果可以有技巧的 因為當然不是你每天 都可以保持心情這麼好 他就說如果今天你有什麼不舒服 或什麼你可以技巧性的 呃可以讓客人不要這麼 直接的感覺到你的不好的情緒 對我覺得對客人是很重要 嗯 一二三 不想我 不想我 好來來準備囉 一二三 第二次 好帥喔 快喔 因為我覺得大家都很踴躍 對就很想要發表自己意見 然後 我是覺得很難得 可以跟他們那麼多 就是夥伴上課 所以 嗯 也蠻想分享我自己 就是剛剛 學到的東西 對啊 我歡迎 怡勳 呃大家好 是怡勳 好 我又來了 好 從快到慢 請把那個層次感表現出來 好 你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想怎樣 喔 蠻有的齁 中 你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想怎樣 好 緩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你到底想怎樣 好 看就要崩潰了齁 來 慢喔不能再慢 慢 你 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到底想怎樣 喔 很有感覺 我已經掌聲鼓勵 謝謝 OK 我很緊張 我根本沒有仔細看大家表情怎麼樣好不好 就是 我其實還是 看到那麼多人 那三百多人 全部坐在台下 看你講話也是蠻緊張的 我覺得 我覺得他們那個夥伴們都 很有正面能量 就是 不管你怎樣 他都會給你鼓勵 然後告訴你說 其實 其實上台那個發表版 就需要勇氣的啊 所以這是很值得鼓勵的事情嘛 其實我覺得這一次他們的就是活動 是很活的 然後很新鮮的 他其實有點像是 呃 在放鬆的情況下 然後還是有 有紀律存在 學習完然後放鬆然後玩 然後 有點像快樂學習那種 做中學學做中學的感覺 經過這件訓練呢 我即將要 迎接最後的驗收挑戰 我 我只能說我盡力而為 我會把 這些 學到的技巧 再好好的 複習 然後思考一下 然後 我相信我可以做到 嗯 這邊請 再低喔 我必須誠實地講我昨天沒有洗 對啊 因為 雨昕你這個頭皮毛髒的狀況 顯示的就是 你的油脂臀肌 就是表示你昨天沒洗頭 所以這個是騙不了的 成功 我會做到 你不肯定 你不肯定 我可以做到 因為他會有 你不肯定